在選舉期間 韓國瑜市長就提出一個疑問 他說是不是驗收出了問題 其實這一句話 雖然是個疑問句 其實就倒出了 為什麼高雄市的公路 它那個平常路面的品質 這麼樣的不堪 那我也跟大家說 其實一般招標文件裡面 都講得很清楚 王議員應該也同意 你這個到底柏油要鋪多厚 這個在上面都一定有 是有個白紙黑字寫的 但是有沒有確實驗收 對 這是有沒有確實驗收 還有施工品質的問題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我來之前特別愛問了 我們公務局 就像剛才秀琳講的這些資料 我們到韓國瑜12月25 上任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鋪了58萬平方公尺 鋪完了 58萬平方公尺都鋪完了 對 是鋪完的部分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過去花媽每一年 大概鋪250萬 一年 等於是如果韓國瑜市長要在3月底之前 鋪他所謂的85萬平方公尺 他今年鋪的路會遠遠超過花媽 當然這個是韓國瑜他對高雄市民的一個承諾 他當時823水災的時候要告訴大家說 823之後高雄出現5000個坑洞 他當市長第一個當然一定要趕快把這事解決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韓國瑜當選 就職之後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對高雄的承諾 他一直在付出實現 我又問了公務局說 你們跟花媽時代鋪路 最大差別在哪裡 我想王議員也很有興趣知道 他說他們設了一個即時監控系統 就是在鋪路的路段 馬上有搭設一個攝影機 即時可以監控 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直接上去看嗎 不是市民 就等於是我們在高雄市政府 有一個伺服局 可以隨時監看廠商現在 正在鋪路的狀況 沒有錯 伺服器它有很大的電腦 把所有的影像儲存起來 包括事後如何去驗收 寬度多少 這個完全都一清二楚 我相信這是韓國瑜市長 他的一個宣誓性 就是說過去那當然怎麼做 他也沒有參與到 但是路要平 兩位專家在這邊 你規格上面說要鋪多厚 你刨地機要刨多深 這些東西都是白紙黑子做的 但是到底施工的廠商 怎麼做法 沒人知道 韓國瑜只是說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已經加攝影機在這邊了 你再敢偷工減料 你再敢不好好地做 都有證據在 就證據在 我們就直接送檢調就好了 是不是 這是李四川副市長的一個大功 沒有錯 這是李四川從新北市 帶到高雄來的一個經驗跟做法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韓國瑜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做事情 就要他講 我不用什麼細節都知道 他用李四川副市長 他就會把鋪入的東西 跟把高雄市民把它做好 我回過來講 王定宇他講的這個蓮花 請問這個蓮花燈是怎樣 整個愛河旁邊 通通都是蓮花燈嗎 我以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是實際上 實際上未來的一個完成後的景象 我先跟大家觀眾朋友講 王定宇委員PO的那個紋式半成品 還沒有做完 他也不是完全做完的 大家看一下 第二張照片 在當地第二張照片裡面 蓮花旁邊還有一些是屬於那種 小和尚 很可愛的小和尚的花燈 像剛才立文講的 好像是他要當邱易營第二 就是要黑韓國瑜 你就要黑高雄市 現在所做的任何事情 其實這個花燈在高雄市 已經做了一 二十年了 在愛河旁邊 過去陳徐市長的時候 也有佛光山的燈區 佛光山以前也是布置設計 差不多是這樣嗎 也是有這樣子的設計 因為 我知道以前他沒有關心高雄 他現在才開始關心高雄 他終於看到高雄的存在 我們在愛河旁邊兩岸的燈區 它是一區一區的 到時候大家去看就知道 各個企業會去認養 佛光山其實在高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景點 或宗教聖地 所以肯定他每年都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燈區的位置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王定宇 我也實在不要太酸高雄 不要因為換了顏色執政 你對所有現在高雄做的事情 好像公開什麼就已經不對了 還說什麼12年的城市美學 他意思是花媽12年 幫高雄做了很多城市美學 這個東西我們不評論 但是沒有必要說 韓國瑜才上任一個月 好像對韓國瑜所做的所有事情 他就有意見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很厚道的事情 那麼好 那麼謝謝 我們不忍不住